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的经文中提到一个被波斯王赏识的大臣哈曼 可以说哈曼已经得到王的提拔 他的官位超过所有当朝的官员 哈曼是个怎么样的人 从以示铁记我们看见 他是个极度看重虚荣权势 但是心灵却贫穷不知足的人 这让他处心拘虑想要除掉心中那根刺 就是犹太人跟莫迪改 如果哈曼也能够认识犹太人的上帝 他或许可以和莫迪改成为朋友 也就和王后以示铁成为朋友 这对他的前途光景是个祝福的道路 但很可惜他的心被权位熏难 一生所追求的荣华到头来都是徒劳的 哈曼的故事让我想起路加福音里 有一个人来请耶稣帮忙 帮他和他的弟兄分家产 耶稣就对他说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中提到一位财主 他的田地出产丰富 原本的穀仓已经装不下丰收的穀物 财主就想盖更大的 好为自己储存这辈子所需要的粮食和财物 他非常得意享受在自己的成就里 当晚上帝却在梦中跟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晚就要你的性命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每次读这个比喻的时候 总是提醒我们要把生命的重点 放在最重要的部分上面 而不是那些短暂的事物上 什么才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寻求那位世人生命丰盛的神 我们生命一切当以神为满足 灵力自然就会喜乐 自然就不匮乏 真言三十章的亚古尔 跟上帝求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求上帝让虚假和谎言远离他 第二件事求上帝让他不贫穷也不富足 只要赐给他需要的饮食就好了 这是多么有智慧的祈求啊 但愿我们都能够抓紧神 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神而喜悦 因神而富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